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部冻成冰块 接着咱们用燃烧弹小队啊 来和乌拉尔对抗一下 双方依旧是同样的兵力 这是一场冰与火的较量 这边是烧了起来 那边是冻成了冰块 乌拉尔的这个伤害啊 还是非常的高的 咱们再用波波砂冲锋枪 来和乌拉尔较量一下 第一排乌拉尔全部倒下了 但是我们后续的子弹没有跟上啊 CD时间比较长一些 所以又是被秒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M16团队的这个效果 到底是怎么样 设计的频率非常高 速度非常快 乌拉尔倒下去两排了 还是丢出了少量的冰斧 虽然冰斧数量很少 但杀伤力依旧很大 还有一名 一名战士存活 乌拉尔有四名 是四名吧 啊 是的 这能赢吗 哎 一斧子没砸到 两斧子三斧子 哎 不错 躲掉了很多的斧子 干掉了两名乌拉尔 已经是很厉害了啊 如果这后面的还没有砸到的话 这两名乌拉尔估计也要挂掉 现在咱们要上重型武器来对付乌拉尔了啊 我们用同样数量的暗杀者来和他较量一下 哈哈哈哈 不行了吧 哦 在空中依旧是丢出了冰斧 乌拉尔异常的执着 虽然咱们攻击力很强 但这防御不行啊 还是变成了冰雕 下面怎么办 啊 唯一的一名乌拉尔被干掉了 终于是赢了一局啊 再来咱们上火箭筒啊 哇 这个威力依旧是巨大 但是乌拉尔还是丢出了冰斧 秒掉了 全部秒掉了 乌拉尔绝地逢生啊 你看这杯炸的漫天飞的 还依旧是丢出了冰斧 但是他没有摔下去 所以你先挂掉了 所以就判定了乌拉尔获胜 没事 咱们还有杀手锏 我们看一下这场能不能拿下来 这个射击速度更加的快了 手持双强 乌拉尔连投出斧子的机会都没有 多么强啊 而且他们的射击非常疯狂 在转圈一样 咱们蓝方也换人啊 我们用宙斯上场和暗杀者来一场对抗 宙斯的群伤能力是非常的强大 也是和乌拉尔一样炸的漫天都是 依旧不停地在丢闪电 这家伙的造型啊 非常的有意思 这次获胜了啊 闪电还是比较强的 接着我们用火箭筒和法老王来打一场 炸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什么都看不见 全部被烧敲了 这边虽然是受到了攻击 但是他们没有挂掉 没有直接挂掉 只是被炸飞了而已 咱们用太阳神阿波罗和双枪战士对抗一下 双方射速都是非常快的 就看谁的伤害高了 有一名太阳神掉下去了 好几名都掉下去了 看来还是阿波罗更加的扛揍一些啊 我们现在用雷神啊 同样是同等的兵力 全部弹反 跳过来 雷爆 哇 太壮观了 下雨了 下雨了 下闪电雨了 一名雷神还没有这么壮观的效果 这么多跳过去 非常的好看 自己身上也扎满了闪电 最后咱们用奥丁登场啊 然后对面的红方我们这边增加了大概有一倍多的兵力 来看一下效果 红方是混合兵种 没有压制住奥丁 奥丁虽然被击飞了 这个永逢之枪 依然是不停的在扎下来 前排已经全部变成冰雕了 因为兵力的优势啊 后排还有一些双枪的士兵 在不停的扫射 下面就看奥丁的第二轮攻击了 应该是扛不住了 他们 精确打击 出来就用永恒之枪打你 哇 这么多冰雕全部穿墙而过 这是什么操作 哎 为什么还没有结束 不是已经 已经干掉了吗 还有还有一个没有完全成为冰雕 好的咱们这期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